請教一下水政 像你賣家 感覺到你看裡面 那個家裡 奇怪的 有搭這個搭那個 有 我們去的時候也是有看過 就是之前有賣過竹北的一間 他就是你上一層四戶 那你一進電梯之後 你就三戶門口全部貼了正載符咒 就一戶沒貼 那剛好全部就出事的那戶沒貼 其他三戶都貼 然後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出事的是那個沒貼的 對 就出事的沒貼 其他三戶都知道 所以三戶都貼了正載符咒 然後就是 但是如果說你一般屋主 除非他想要保留 要不然我們進去 大部分都沒有看到他放什麼什麼 那種正載的東西在裡面 幾乎都沒有 我這邊是幾乎都沒有遇到過了 除了其他的鄰居知道他有問題 就是這戶有問題 他們自己本身會放什麼 八卦鏡擋薩德 在自己門口之外 其他的屋主本身倒很少 除非他自己還住在裡面 或是他有打算長期持有這個房子 熊熊你是十幾歲的時候 去租那個房子 那現在已經三十幾了 那如果現在你再去租那個房子 你會想要看看那個 被他鎖起來的房間嗎 完全不會 我不會害怕 算到 害怕 因為萬一我打開房間 然後他真的是那個案發的地方 如果他跟著我走怎麼辦 衝出來 對啊 沒有啊 就是他們那個不是會 不是 我意思說 那以後你如果去租房子 還有一個房間是鎖起來 他說這個我的私人物品 你還要租嗎 不會 我不會租了 對 我就是住過那個兇宅之後 我就告訴自己我要努力賺錢 不要再住這種很便宜的房子 很危險 那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對不對 現在住不錯的房子 現在住OK的 安全的 安全的 乾淨的 很乾淨的 那個房間如果他是關很久的 裡面的磁場的能量會越久越強 那有時候我們有沒有看電影 門一打開一陣風來就刷到 對 不要好奇心 就不要去碰 那老師他說那個房子 那事發以後那個房子 都沒有做過任何的淨化 或者是招魂 好像是因為我後來有就是看新聞 就是那個記者不是有去查嗎 他就說之前有入住過的人 可能是什麼半夜 冰箱門自己打開 然後什麼床飄在空中 這樣子 但是我那時候是沒有遇到 我只是遇到我室友一直講說 你是不是先床 然後什麼摸他的腳 什麼之類的 我就沒有摸他 對 不然就說什麼 但是我朋友有看到 我們是因為看到我們才搬走 那你會怕鬼嗎 當然怕 怕死了 那有什麼比鬼更可怕 人 人喔 不是啦 是渣男 窮啦 窮 窮人 窮比鬼可怕 沒錢的時候 真的什麼都可怕 因為人家說散到鬼也怕 真的真的 好 那這個 玉峰你這個當社會記者 也看過一些命案現場 對 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林森北路那邊 他就是一個命案 然後呢 他是自殺的 他就是自己想不開跳下來 那那個時候呢 其實第一時間 並沒有想要去採訪這個新聞 因為其實 想不開的例子其實蠻多的 但後來呢 我們後來有聽到 就是張醫師跟我們說 有點爭議 為什麼 他是兩棟 你知道林森北路那邊 很多那阿帕套 他是兩棟 可是呢 他是出A棟 他從A棟跳下來的時候呢 結果呢 竟然落在跟B棟中間 這一塊空地 那這樣大家 兩邊就在講 那到底算哪一邊是胸掌 那等於他不是跳在自己的社區 要跳在別人的社區那邊 一個交界的地方 然後我們就想說好吧 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可以去討論一下 到底胸掌的定義 那那一天呢 我也是蠻 因為那時候膽子比較大 我沒有白天去 我是晚上去 我就晚上呢 然後剛好下班 然後騎著U-bike經過 那那個時候呢 我是戴著耳機 在聽AirPods 對 我就在那邊聽聽聽聽 然後到那地方的時候 我就把手機拿起來 然後把它滑成那個錄影的模式 你滑成錄影模式 你的那個耳機啊 它聲音就會停了 因為你要開始收現場的聲音嘛 我就在那邊拍拍拍 後來呢 我就想說我應該拍一個畫面 就是從上往下攀下來 一個主觀鏡頭 因為你墜落 會有那種 咬咬咬咬的感覺嘛 我就這樣子 然後拍下來的時候 我就把手機撞在地上 那我的耳機 不是已經沒有聲音了嗎 我就聽到一個女生問我說 你在找誰 哎呦 然後那個聲音 因為AirPods 它有一個降噪的功能 雖然它已經沒有聲音了 可是那個聲音 很像就是 直接穿透到我腦袋裡面 你在找誰 然後我當下的時候 其實有點挫 但我想說 可能是管理員 還是物館在趕我們 就趕快站起來 要跟他講對不起 我們在拍東西的時候 起來看 哇 這邊沒有人 我就超怕的 我說如果我在看這邊 沒有人怎麼辦 我就轉過來 沒有人 沒有人 然後腳踏車就丟著 我就趕快抓著手機 就往外跑 那誰跟你講話 我就不知道 我就很怕是 墜落的那一位 但是我怎麼看都沒有人 我後來是請到 到外面去之後 然後遇到一個 比較熟的店家 我說 大人 你去卡打架 把我看出來 我也不敢再 我也不敢再進去了 然後呢 我叫我多膽小 我不敢自己回去聽 我傳給我們的在家記者 我說你這條 晚間新聞 幫我發一下 然後我在看說 他還沒有聽到這聲音 但他沒有聽到 所以手機是沒有錄到的 了解 就是直接穿到耳朵裡 哇 那這個江兄 你是在這個做甜點調查的時候 在英哥有一個故事 是 剛剛老師講那種 門打開之後 一陣氣衝出來 這種狀況 其實我遇過幾次 然後他那種氣衝出來的 其實不是真的空氣 就是你的頭髮不會被吹掉 感覺好像是有人在對你吼 可是沒有聲音的那種感覺 其實是蠻明顯 有一些就是體質比較敏感的人 可能偶爾都有這種感覺 那我那一次去英哥 因為新書的關係 這個事情是我依稀記得長輩講過 那我為了寫新書要調查 我就去了 然後我們剛剛有講到 那個之前永康那一間兄宅的屋主 他是坐著上吊 那這一個案例 這一個兇宅的案例 這這位就是四十歲左右的婦女 他是半蹲著上吊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 就是你怎麼可能坐著或半蹲著 可以把自己吊死 因為人一定會有自己的 就是保護自己的就是潛力 在就不管怎樣 你都想要呼吸 你會想要站起來 那我的那個他比較懸疑的部分 其實是當我因為他 我沒有把他寫在書裡面 他其實是在過台北監獄之後 會有一個山區 那個那一塊區域 那我去的時候 是問一下鄰居 因為那個房子 後來已經荒廢掉了 那租屋的那一位女性 他是失蹤多時之後 房東去報警 因為他那個是舊室的房子 他的門鎖是外面 用一個就是大鎖 像我們去健身房鎖櫃子 那種鎖把他鎖起來 所以就沒辦法進去 屋主也沒辦法進去 他就知道 想說這個是住客 是不是出遠門的 不就是不租了 就不告而別 不付房租就跑掉了 那就去破門 破門的時候才發現 他在屋後 就是靠近廚房的地方 那個有就是窗戶有鐵窗 他就綁在用毛巾綁鐵窗 半蹲在那邊 就已經過世 用毛巾也有辦法 對 用毛巾也是綁著而已 他怎麼有可能綁住 就是讓他 他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然後據說把遺體拿下來的時候 幾乎都閃掉了 但是就是進去的時候 是還好好的 但拿下來就閃掉 下面是一整灘的濕水 但隔壁的鄰居是非常的 因為後來判斷是已經死亡超過 至少兩週已經可能超過一個月 因為整灘是屍體都腐爛的很嚴重 但是隔壁的鄰居就 因為還是要調查是不是凶殺 或者是自殺 這個是不一定的 那隔壁的鄰居有說 不太可能這麼久 因為他上個禮拜才來跟我借垃圾袋 對 那破門路的時候 那個垃圾袋是在那一位婦人的旁邊 照理說這樣就沒有一個禮拜 對 應該是不到 可是他的屍體腐化得非常嚴重 那裡面最特別的一件事情就是 鎖那一個物件 那個事故物件的 大門的那個鎖頭的鑰匙 就捏在屍體的手上 對 然後到現在為止都不知道 就是其實後來還是以自殺結案 但是就是鑰匙捏在鎖上 那誰去把門鎖起來 這件事情是目前還沒有辦法知道的這樣子 那我去那邊 我去那邊調查的時候 其實我是不敢靠近的 因為我曾經在高雄去看一間 很有名的凶宅大樓 有沒有想說偷偷混進去裡面看一下 結果到門口 他其實在改建中 我覺得外面都是鷹架 我才剛開門下車的時候 就遇到老師剛剛講那種感覺 就我其實還離 我是在對面 門一打開整個氣衝出來 我在對面 我就覺得好像有人不歡迎我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不太敢 我連過馬路都不敢 我就在遠遠的地方拍照 我就測了 我就乾脆算了 這個東西我就不看 但那個我也沒有靠很近 因為他旁邊 其實門的旁邊是有條水溝的 我就離比較遠 騎著摩托過去 離比較遠 然後大概知道他那個樣子 然後因為房子都已經 後來都沒有住人 因為他後面其實陸續 還有租給其他的租客 但都沒有住很久 然後聽說最後一個 後來沒有住人因為最後一個也是非自然因素 死亡這樣子 對 所以後來就都沒住人 對 新聞娃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